中国的增长速度或者人口优势 五至八年后会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只要有耐性 不要说是韬光养晦 只要是 你就成为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 所以所谓叫做时间的优势就在你那边了 说完了 我觉得继续下去 那么中国一定会赢 好回来你是谭新强世界Zoom 继续是威威和谭新强Eddie 再次欢迎你Eddie 你好 威威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这个节目有这么多人看 除了你很傻地提供一些历史数据 很有趣的内容之外 我很喜欢听你说话 因为很划算 好今集今集说 有些网民说你应该说我说的优秘 不是好笑的 尤其是有时候说死人塌楼那些 不是好笑的 就是黑色优秘 最多是黑色优秘 然后你说话你从来不笑 你说的很趣 你从来不笑 我觉得很搞笑 好 好说时间站在哪里 你写哪篇文章 因为通常我们说中国 即是中国时间站在中国的方面 其实你的文章好像有些不同的意见 我想这一集听下你说 我认为很多人都是有个结果 就是说 即是根据中国的增长速度 或者人口优势 即是不可能 五至八年后 会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再加很多 第一就是 在买能力 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好几年了 只不过是 在买能力 哪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可以大家再争吓 也有些人当然说 这个不重要的 当然是人均收入最重要 这就是完全不错 就是Monte Carlo的人均收入很高 但没有人在买到Monte Carlo 除了想逃税的人之外 所以整体的经济规模 当然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还有关注 我也觉得这个修飞得陷 正式的灵和游戏 两边斗争的思维完全过时 我们需要全球二百个国家的合作 去争吓 现在这个没完没了的疫情 或者背后的气候变化 我也说了很多次 我的苦口婆心 但是说完之后 仍然是有竞争 竞争当然是可以良性 亦可以恶性 我觉得美国的方向走法 当然是颇为恶性 就不是纯粹有体育精神的竞争 那既然说到 到底哪一边会贏呢 这个又要继续 历史红楼 就是不像这个 Fujiyama 是不是那个 我忘了学者的名字 就是说日本那个 日本那个 那个就是说 历史是有完结的 他说美式的 所谓的Democratic Capitalism 就是胜出了 那就是The End of the Story 那当然不是 那中国的崛起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 对这个theory 一个 counter example 这样 历史红楼是不会停的 那么这个 但是你说 到底哪个经济 还有就是你经济比美国 不等于你就是全面的一个 就是第一 你的意识形态可能不是第一 你的军事可能不是第一 你的计划可能不是第一 就是文化上未必第一 你的语言更加不是主义 全世界不是第一 这样 那就是所以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片面的想法 只是说这个经济的规模 但是 既然说 那我想我仍然贊成 就是大概率 我比较乐观的 就是五年 中国的经济规模 都有可能是追上美国 然后 就是比较上 是中间一些的 就会觉得需要八年时间 都比Covid之前的估计快了好几年 那就估计十年内 八年就会超越美国 那但是 如果你有了这个结果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是不是就是说 中国只要有耐性 就是不要说韬光养晦了 只要是埋头苦干 做好自己的事情 那你就一定会成为第一 那你而且超前了之后 你就不会失去这个领导权 那你就会成为这个 不是说霸权 成为了这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 所谓叫做 时间的优势就在你那边 那我可以列一堆原因出来 是证明这件事情 是支持这个论论的 那我现在会这样做 那但是 我有一些比我更熟悉内地情况的朋友 就是来自内地的 那他们其实对自己的体制 对自己的角力比我更清楚 那他们就会加个问号 是不是一定这样 是不是时间一定的优势在中方 其实也有几个原因 是未必是这样的 可能其实是这个 美国也有它的一定优势 那当然我觉得 其实如果你纯粹用一个 经济规模做指标 首先绝对有可能 是好像赛车那样 就是后面的车超前了 但是不等于原本领先的车 不可以再反超前 那可以来回 就是互相争夺几次 这个第一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必有一定 绝对性的一个答案 就是到最后哪个赢哪个输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 就是如果最危险是什么 就是如果某一方真的很心急 认为赞成对方是有优势 时间的优势 那我就可能要是快刀斩乱麻 我就要现在出击 去阻止他达到最后的胜利 那我觉得有些危险 就是美国现在的思想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赞成那个理论 中国给你时间就会超越你了 那就会不回头 那你就会失败 所以美国的选择越来越激烈 我想就是这类的思想 所以我其实反过来 我就觉得如果美国 都是同样地有信心 时间的优势在他那边 反而大家才会安全一点 就是大家有耐性打这手牌 就是大家都赞同 这个是一个马拉松 不是一个100米短跑 反而使世界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那我就是很容易 那我列举一下 就是说中方的优势在哪里 那第一个当然是人口的优势 那以前就是良的优势 就是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 那哪里有得输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质的优势 那中国的基本教育 其实是做得好的 我们以前也说过 就是说他那些考入高考 或者考入做公务员 都是很困难的 那他就是 还有我觉得德育方面这个更加好 就是中国年轻人一代 是训练到有礼貌 是有爱心 就是天真 我今集不说了 有些朋友叫我说 有一集专讲天真的问题 这个大国 中国住在中间的人 其实是有个质量 有个权利去做天真 天真是好事 但是有些人住在哪里 即是香港 在中国的边 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做天真 就是只有住在中间的人才有权天真 但是中国现在开始 有一堆年轻人 我会认为他们是天真的 那是很好的 美国住在中间的人 那些人有权个狗 就是中间的人 其实是很天真的 那是很好的 如果你个人都奸搞 其实很麻烦 就是个人都像纽约那样 很麻烦 但是有些人是必须要天真一点 那中国已经开始 终于 我看到有些年轻人是天真的 那就是质量也很好 再说比较实际些 就是读理科 认为比较实用的科目 中国是八倍美国的 这么多每年 然后美国的一半的 读理科的人 其实是留学生 亚裔很多 现在经常被人枪杀 中国人养的很多 就是韩国 日本 华裔很多 所以其实中国的优势是很巨大的 不仅仅是量 也有质量的优势 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认为时间在我们中方的一边 这个优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尤其是经过这个COVID的事件 就是大家越来越是体会到 你记得我一集有两幅画在后面 意大利的两幅 这个成为了最近一两个月 全世界的主流的说法 就是说体制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不是目的 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 是不是一个好政府 还是一个坏政府 那么中国通过COVID 就证明 对世人 对自己的信心大了 但是世人也目的 是要证明 这是什么需要 就是 对抗争一个 这样的冠状 一个灵状 而且我说了 如果这个灵状是没完没了的 就是这类的强势政府 更加可能是要继续 继续这样的执行 所以体制上 中国甚至乎是有一个优势 如果你相信这个灵状 首先就是 都是一个长期斗争 或者 我以前说了很多集 如果气候变化 大家相信是一个长期斗争 可能都需要同样是很继续的 政策去面对它 就不像美国 加入巴黎协议两年 退出四年 又加入四年 那么你难保下一次 如果特朗普卷土重来 或者他的女儿 女婿 或者比他更极端的一些 种族主义分子 或者是这个 灵状上台 又再退出都可以 那当然 不仅是美国失败 全球也失败 所以中国的体制 很多方面 是证明是有它的优势 而经济上 我也说过 在这个数码年代 很多科技的演变 不要说政治体制是过时 传统的想法 分左右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个分别 都可能是过时的想法 但是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我也没有深入时间去说 未来的节目可以说 未来需要的一个经济制度 都会很接近这个社会主义 当然是用高科技再改良的 所以中国的体制和经济制度 可能都有它的一定的优势 这方面 那这个我想也是 就是大家对中国未来 就是有时间优势 的一个信心的来源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就是根本中国人的性格 是比较有耐性的 它根本采取的策略 无论说它以前的所谓的韬光养晦 还是现在中国有些很清楚 关于2025的计划 2035的计划 或者更长远 未来100年的计划 那这些都是 就是清楚地是长远的计划 然后它就会等待时机 譬如说 等待出现疫情 它就采取那个领导地位 去争取这个疫情 争取完自己的那些 领导去捐出这个疫苗 去协助其他国家 或者气候变化 既然美国 尤其是特朗普那四年是退出的话 那中国不是说 就是 某程上是一半自愿 一半被逼去领导的世界 关于这个 气候改变的问题 同样地自由贸易也是 以前西方国家 常常吹嘘说 自由贸易的好处 但是最近这几年 又是变成保护主义了 反而就留给中国 赞扬这个自由贸易的 多方面的好处 就是这个 中国的长远策略 也都令到它 有一定的优势 在这个竞赛里面 那 说完了 我觉得继续下去 那中国一定会赢 但是有些朋友说 其实中国也有它的 弱点 还有美国也有它的优势 那我现在再调回来说 中国有什么问题 第一个都是人口 中国的人口老化是 极度恐怖的 最差的预测是到 这个世纪末 人口是腰斩一半的 那长期的经济发展 如果你是平衡到 这个发展和这个保护地球的话 当然我们仍然希望 经济是发展的 那如果你没有人口 就一定是 现在地球又不是不够吃 不需要少了一半人口 我们才可以风衣足色 绝对可以支持 现在这个人口 或者再轻微慢慢增长 可以的 那所以为什么 如果你无论 这个人口政策 你有可能是说 几十年内腰斩一半的人口 而今次 刚开完两会 大家其实最失望的 就是本来以为 它会再放松这个人口政策 包括东北已经 就是人口收缩了很多年 一句不提 今次的两会的结果 其实的焦点完全就是 香港的政改 我知道香港是一个混乱 是需要处理 但是是不是可以 不管这个人口问题 那么很多内地人就跟我说 你放松也没用的 你看看日本、韩国 全部发达国家、欧洲 甚至美国也是 有钱的人就不生了 在中国在城市养 养孩子很贵的 住屋、教育 等等很贵 我觉得正正是 如果你说放松也生不出 你就更加应该放松 因为这个是回到一个 人道立场的问题 就是我不要说外部 攻击你人口政策 就算是这个人道立场 你以前说赤贫不够吃不够 就是不够营养 那没办法 那你现在完全是足够 那为什么你还要落人口实 为什么还不全面放松 至于你说放松了 政策是不是也完全没用 你还没放松 你怎么可以这么预测 而且中国还有一半人 是住在农村 那我不想用很差的比喻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城市比较难 去刺激他们生育的话 农村那些 你给足够的资金 就是奖金、房屋优惠、税务优惠 我觉得仍然可以刺激到 人口增长快一点 因为中国其实很恐怖 2012年开始 劳动人口开始减少 就是新增劳动人口 当然我们的寄望就是 机械化 机械人自动化 或者是女性多些参与 生产效率 但是不是的 中国的TFP是已经下降了很多年了 就是证明你放钱进去 那个资金和人的结合是不适合的 就是可能你错配了有些投资 可能浪费了某些的坏坏 或者有些基础建设 就是你中国虽然 以后都充分了有些之前的鬼城 但是不过 比如不用说 我以前也说过 香港去澳门珠海那条桥 车辆真的少得很恐怖 那很多百亿 暂时来说是完全是一个负的回报 所以我觉得 中国不可以只是 依赖我们的生产效率 可以越来越提升 无人口 我觉得明显是一个很严重的弱点 第二件事就是 中国的政策 我觉得坦白说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有些矫有过正 可能就是信心也有一点高了 我不会说膨胀 鬼佬现在就老屈了 就说习近平主席 多次说了一个理论 叫做东升西降 那这是第二首第三首的说法 我就查过 没见过直接公开场合 这个习主席这么说的 就是我觉得习主席很谨慎 他不会这么傻 就是这样 那个脑袋发烈 就是在说这些东西 就是现在中国赢了西方 就是我觉得他不会这么说的 但是西方人就喜欢说你中国人 现在是目空一切了 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我觉得说就没有 但是事实上的政策 我觉得也有一点是矫有过正 几方面 美国我不赞成 就是可能那个财政政策 是太过极端 或者是货币政策 太过膨胀 就是QE 零利率 但是中国今次很明显 就收水是比 08年快很多 引人量化了 早收了三个月 比起西方的背道而辞 就是根本就是 美国还在那里严重放水 中国已经开始收水 那么我觉得这个 就是有一点太过快 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经济的需要 那么第二样东西就是 我以前也讨论过 中国是有些软件去控制互联网 尤其是社交媒体 那么少了这个 就是虚传媒 虚传媒 可能够了几百万条命 因为美国这些虚传媒 使用虚传媒 令到他们怀疑这个口罩 怀疑这个病毒的存在 令到社会矛盾更严重 就导致很多社会的动乱 那就死了56万人了 还有加上政治体制的混乱 中国是避免了一件事 如果照个人口比例 中国如果没有这样的控制 可能死了几百万人 我知道有价值 绝对是做得对 但是现在中国是比西方更领先 去打压腾讯 亚里 所有所谓 他认为有 共同性能力的平台公司 西方也是在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西方 一来就双重标准 他虽然就算知道这个 Google Amazon Facebook 甚至Apple 等等 他认为有共同性能力的行为 他不会打死他 他就着他 因为美国如果过去十年 没有朋友的出现 其实中美的斗争 局面可能已经不同了 因为他以前的旧传媒 就是控制世界的手段 其实已经是过时了 如果还是纯粹依靠以前的 美国的ABC News NBC News 很多人看 CNN也少了人看 现在一定是全部是网上的 所以他很幸好 再及时发明了Facebook 发明了Netflix 等等出来 现在他们是有 一个权力 但是美国监管 他们会很小心 即是现在 打下手掌 不断 拿他们去国会问话 他不会立即打死他 但是中国做事是很快的 就比较极端的 你说背后还没有政治原因 这些我不说了 我今天讨论 但是你看看他这样 有人说过 中国的商业很年轻 为什么拼多多的黄增 就这么早退休 为什么马云这么快 就去打功夫拍片 唯一是马化腾 还支持一下 那就是很多的 这么早退休 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都是有些不正常的 那就是中国的手段 比较强硬一点 但是你打残了他们 可能拼来某些民众的掌声 也可能救了一些小餐厅 但是你不要拒绝 你是和美国 这个今天节目就是和中美的斗争 那你如果打残了这个腾讯压力 你去不到1万亿市值美金 那你就少了一些火药 跟他们斗 现在Facebook那些都8千亿美金 Google Amazon Microsoft 每个都1万多亿的 Apple2万多亿的 你现在整整整 人家一半 人家一半 你那些公司 那么你没有了高价的股票 你就少了弹药去做收购 去投资去科研 还有你吸引不了人才 因为你很容易 印股票 吸引人才来参加你 给市场选项 那么现在你就很难了 那你就将你原本的优势 现在变成劣势了 很明显 就是譬如说 两年前大家说 中国的数据资讯很成功 每个人不带人包 我刮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全世界都可以了 Square PayPal 追倒了 别人虚拟货币方面的突破 比你更加先进 那么有一家公司就是上市 Ireland Stripe 只是做在后面 就是数据资讯的 估值都95个百亿 那么你现在打残了蚂蚁 你打残了 现在说腾讯也要同样的监管 那么如果你理论上 只是拆Ali Pay 或者WeChat Pay 如果你的Stripe 都说值95个百亿 那些应该单独 都值五千亿 或者甚至那些东西也值一万亿 那么中国就是齐齐齐 没有一家一万亿的企业 那么我明白 你想拉近贫富源泉 但是你不要拒絕 你和美国在斗争 如果美国没有朋友 他整个国力就不同了 那么中国没有龙头企业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我不需要龙头企业 永远有更新的企业 更加会有创意 其实TikTok的成功很偶然 如果美国不打他 可能他自己会打TikTok 不过美国打他 他回来支持他 那就是最难得 就是别人不打你 腾讯不打你 你自己打自己 那么这个我觉得 有点太矫悠过程 我说话很直接 那么同样地 这个疫苗一样 自疫的成功 现在我们有危险 是变成一个劣势 就是因为你自疫太成功 你也想帮其他人 你自己接种疫苗的速度很慢 香港固然很慢 国内你都没打 是很慢 你越干净越慢 你就越开放不了 我已经说了 国内内部经济重开 但是和外面的交往没有 没有交往不就只经济损失 有些新的订单可能拿不到 而且人民的交往少了 擦枪走火的机会越来越升高 别人和你的不理解 不止是美国 现在欧洲 如果多些人民 继续可以去美国 唱歌跳舞 读书留学 互相往来 可能这次欧盟不会制裁你 谁知道 但是你停了一年多时间 现在中国的冬天 可能是很确定 但是确定到你的接种慢 你说中国永远不会锁国 永远会继续开放 这个只是说 你是放多了几个金融公司 进来牌照的问题 但是仍然等不到 都退出 但是实际上 人民的交往 这一年来 是减少了九十几个百分比 所以其实中国 现在有个危险 就是由这个 自异的优势 变成一个劣势 美国 你说是不是过急重开 经济或者旅行 可能是 很多人命死了 可能再有一个波 这个是不是值得 我们要探讨一下 这个下一个波 非常严重 但是现在的市场也在告诉我们 我也有独立的观察 就是中国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以为这个 就是 致疫的优势 就会长期是优势 你有可能现在变成劣势 那美国当然 他们有他的优势 那他有 自己的能力 他有吸引移民的能力 你想想 现在又有几百万 由墨西哥 加特曼拉 中美洲 都在涌到美国的边境 想涌进去 所以 美国对于某些的 难民 仍然很有吸引力 那中国如果吸引不了 这个 移民和难民 其实是 或者才能力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要 保持一个优势 有些要加速接种疫苗 还有我觉得 就是我以前 几年前都开始说 现在这次又要再说 中国如果真的想变成一个 依赖多些消费的一个国家 其实一定要继续减税 不止就是VAT 就算这个入息税也要减 有两方面 有些人就说 最低的minimum 由六千元一个月 加到一万元才可以 就是需要打税 另一方面 其实现在已经好像深圳 你们已经提供给外国人 跟香港看齐 就是top rate 是flat rate 就是15% 那现在北京有些地区都申请 但是其实这个优惠 不应该给外国人这么简单 连内地的高收入人士 可能都应该减低 我没有说一定是减到15 不应该是45 这个是太高了 这个税率 实在是会 take away incentive to work hard 也都是会吸引不了功能 所以中国也是需要 保持功能 而且要吸引全世界的功能 如果你要长时间 跟这个美国的竞争 但是最后总括来说 我觉得两边都要平衡 美国要不要这么心急 就相信这个故事 说中国再过几年就超越你 就不会回头了 应该美国也对自己的制度有信心 这样才不会粗之过急 做出一些很危险的动作 这样就希望能够保持平衡 而中国反过来就不要这么老定 就说自己一定长远 慢慢我们一定会赢的了 其实有很多东西 其实你也是可以再进步 比如说市场的地位 你到底是放得很低 还是放得很高 你不能一时一样 因为你的市场 决定不了地位 其实首先 你的人民币国际化 这件事就不用想了 因为人民币不是完全平衡的 如果你是不开放的话 唯一吸引人家来买人民币 就是因为你的债券和股票 你的资产是升值 如果你现在这次收水 又打断了一个很短命的牛市的话 钱不会再流进来 然后你人民币的地位 又不会提高到 提高不到 你和美国的斗争也是缺一门 因为美金的霸权 是在这个竞争里很重要的一环 你明白吗 还有国内 其实上次内地也有说 其实最担心就是内地的房地产的泡沫 如果你打断了牛市 钱就又要进入房地产 那那个泡沫 其实你应该更担心 尤其是你看看日本 除了东京有些人之外 或者大阪 其他二三千城市 乡村是十七九空 死了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 就算你说 以前我们试过在北京买房 一万一平已经过得很贵了 现在你到五线城市 都觉得一万你买了房子 以为很划算 但是我不吓你 再过了几十年 如果这三四线城市 没有人口 没有人住的话 其实一万可能也不一定是便宜的 这个就是 中国长远是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最后或者补充 再说一句就是 始终西方现在很强势攻击中国 就是关于南中国海 东海 台湾问题 香港 那些 但是大家要记得 我觉得中国说的 是正确的 现在很激势的 是美国 我在文章里面有提过 美国其实自从立国之初 1823年 第五任总统 应该是James Monroe 已经认识了一个 叫做Monroe Doctrine 就是他说这个西半球 南北美洲是我的 是我的地头 请你欧洲所有的帝国离开 不要再干预他们的事情 如果你干预他 就等于袭击我一样 这个是由1823年 到现在正在执行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2年 美国部署的飞弹在土耳其 那些 苏联说要放一些飞弹在古巴 那就导致我们走到很近 这个核战的边缘 那最后大家有个妥协 大家都拆了飞弹 那就叫做没事了 那这个很明显 仍然是在执行这个 所谓的Monroe Doctrine 就是说你在我旁边部署 都是犯着我 我也要攻击你 而去到2019年 因为美国要权权 加拿大美国家 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 又是一个耶路的毕业生 这个John Bolton 他就说Monroe Doctrine 是显得很好 大家可以听到 而二战后 其实美国的Monroe Doctrine 是延伸到全世界 所以你说那么多 南海问题 说那么多 大家看看地图 看看海图 近这几个月 美国第七舰队平时 你以为它只有一艘主力的航空母船 现在不是 美国有三艘超级航空母船 在西太平洋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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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在台湾海峡 每天有很多美国的 Spy Plane飞来飞去 中国又会派出飞机去接应它 就是去抗拒它 随时可以拦枪走火 现在不是 中国辽宁澳 在澳大波म insider發d Polis 中国的军航如果超越太平洋 中间 我想夏威夷一旦 过去了 那已经是 黑透图了 如果来到了 Ed 南海 试试军时演习 第3次世界,"大战打了 开了球 所以其实那个形状是极端的 美国的军力一直是建设到西太平洋边 而中国是不会成为一个 是不会这个 宣称自己的中国文罗法律 但是中国肯定想有 腿部是要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的 肯定的所以我不是 这个国际法律师我不是国际法律师 但是无论如何你说不通的就是 西方的军舰不停在西太平洋边 在中国门口走冷去 现在不是反过来 所以这个形状就是大家搞清楚 就算是缅甸中国 搞乱缅甸200年的又是西方 英国和法国将他们殖民 以前正和去那里没有殖民 是你搞乱了 前后越战由法国打到美国 又是涂炭生灵组过百万 又是轻易的 亦都被淘汰到 加坡大利亚等等国家 全部都受这些战联影响 所以就是 我觉得讲历史是重要的 就是如果比我是华春莹 比我是梁杰治 我也会讲 不过如果我是他们 下一次开会不用说了 阿拉斯加发生了 下一次一定必须在中国 然后开场白 我就不讲历史 我不讲这个鸦片战争 我不讲新手条约 我就会讲 你现在在中东的行动 还有我会讲 你现在在西太平洋的行动 然后请大家打开一幅海图 打开一幅地图 到底谁在哪个自己的门口那里 就是走不走去 这样 OK 那说到现在这里 下一次可能真的 中方一开始是这样说 那就开心了 OK 学了很多东西 谢谢Eddie 谢谢 拜拜 positivity 喜欢 东西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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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